中若有变故 最年长的孩子 总是被催着成长 挑起照顾家庭的重担 今天的主人公 便是这样一位 事无巨细的长姐 一直为家庭付出的她 却来到这里 向她的弟弟表达感谢 这是可以开什么 林依晨 中国台湾影视女演员 歌手 出道17年 两度获得金钟奖 戏剧类最佳女主角 敬业低调 她是观众心目中的 高品质演员 坚强自律 她是家人眼中的 完美主义 不屈服于现实的残酷 她的乐观善良 感染了身边每一个人 爱告状 好像我自己也有 自揭罪行过 姐姐又用铅笔心 戳了我的手掌 她就知道欺负我 但我还是想和她一起玩儿 对了 这是我 因为可能觉得 我一直跟着她很烦 所以她就会想办法 把我赶离她的身边 欺负得很严重 很严重 全部都要碾吗 我很怕是一连串的最新 姐姐第一次给我做早餐 她做的苹果面包 好好吃哦 这个是实话 那有多久没有吃到 姐姐做的这个苹果面包了 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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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突然中风了 住院的时候 姐姐照顾妈妈很多 没有姐姐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很久以前 在妈妈中风之后 就觉得她的责任变得很大 但是她又不愿意把 过多的责任放在我身上 所以她选择一件 躺起家里面所有的责任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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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拍戏又是好几个月 不能回家 妈妈念叨只想姐姐了 所以今天陪妈妈去探班了 最近很少来探班 那个时候是在拍 服装戏 然后听说她三天睡两个小时 蛮心疼的 姐姐出嫁 回家的时间更少了 我会把妈妈照顾得很好 这样姐姐就可以少少一点心 但是很少接到电话 她一直都很关心我 从小到大 每个时期 包括出国 当兵 结婚 长大了会比较有一点 又想互相照顾彼此关心 又有点互相竞争的感觉 那会是比较传统的那种感觉吗 就是有句老话叫做 长姐如母 你会有这种要把家里面 背负在自己身上的这种责任感吗 我不会想要把 就是她的好坏整个背负在我身上 因为我觉得 每一个人只要成年以后 他就应该要慢慢为自己的 选择负责任 所以我反而是会 想要鞭策她 让她能够快点独立 然后能够自己去开创自己的世界 而不是一直地溺爱她 养着她 绝对不是 我是大概十八岁的时候出道的 然后在二十八岁 刚好就是十年的时间 这十年等于是我 出道最初的十年 也是最打拼 最拼命的十年 所以在家的时间少之又少 弟弟就必须承担起这个家的 陪伴的责任 对 就会比我多很多 林依晨五岁那年 母亲开始独自抚养姐弟俩 相伴三十余年 母亲的鼓励和弟弟的支持 在林依晨的生命中 起到了重要的支点作用 母亲生病后 林依晨肩负起养家的责任 在外奔波 是弟弟在家陪伴母亲 如今她远嫁他乡 家里的重担 更是落在了弟弟的身上 一直认为 长姐如母的她 感谢弟弟这些年 替她承担了很多责任 所以其实今天来 熟悉的味道 也是想对她表达一下 这个感谢 对 有点不太常 表达 姐弟之间很难这样开口吧 说弟弟我谢谢你 会这样直接说吗 我想好好的谢谢她 好软满 我倒觉得应该是我要感谢姐姐 不是她感谢我 因为她付出的太多 也很少有机会当面跟她说谢谢 她不太轻易表达压力 所以就今天想要帮她安排一点 舒压客户 那你具体想做什么有想好吗 我们小时候很常一起看棒球 棒球比赛 那会是我们那时候 童年很主要的回忆之一 还有另外就是我们 我们都还蛮喜欢小动物的 对 那因为我们是熟悉的味道嘛 在你和弟弟的生活当中 什么是你们熟悉的味道呢 当然就是我妈妈阿嬷做的菜 是我最喜欢吃的是 豆干丝炒牛肉 豆干丝炒牛肉 对 很怀念 所以如果弟弟尝到这个菜的话 他会马上知道说 这是我们小时候 经常吃的妈妈烧的那个味道 OK 好 那这样我们今天就用一天时间 尽量把这几件事都好好的完成它 然后呢我们来签一个 海天惊喜酿造书 好不好 把我们的心愿写在上面 第一件事